大家好,我是罗宾大叔,今天是2019年10月15日,不知不觉已经是秋天了,我们继续闲侃妇媚生子。 这两天罗宾大叔看到一则有趣的消息,国民老公王思聪在某点评网站上, 实名点评在成都的一个非常高分的日本料理店,号称是最近一两年最难吃的一顿日料。 罗宾大叔的八卦之心顿起,于是就去瞄了眼,发现这家确实评分也很高, 最关键人均消费竟然高达1500多元,相比于消费水准没有那么高的成都, 其实真的是属于非常非常贵的日料了,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。 不过王思聪也真的是挺耿直的,估计也只有他有这个底气来差评如此高分, 如此高价的一个网红日料店了吧。 其实这种价格奇高的饭店,很多都是针对有产阶层, 富裕阶层的一种智商税,罗宾大叔这么说应该不夸张。 联想到富美生子领域,其实也有很多智商税的地方, 今天就想来科普一下,以免听众小伙伴掉进坑里。 第一条是签证,无疑签证是富美生子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, 但是也会有很多小伙伴在这一个环节交了智商税。 比如说呢,就所谓的查拒签理由啊,可以这样讲, 无论说得多么花好道好,言之凿凿,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,各种各样的渠道, 可以查到拒签的理由。 罗宾大叔都可以100%确定地告诉你, 都是假的,都是妥妥的智商税。 没有任何一家中介机构或者签证代理能够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手段, 查到美签拒签的真实理由和真实备注。 那听众小伙伴呢,也有提供过这些查拒签机构提供的这些材料啊, 上面写的内容呢,也是非常泛泛的,甚至是不招调的陈述, 比如说什么户口敏感啦,或者说收入不够啦, 约束力不足啦,之类的。 最搞笑的呢,是里面的英文表达,可以说是非常的外行, 罗宾大叔都怀疑这些内容是不是积翻的, 就直接拿到谷歌翻译里去翻一下,就拿出来给客户了, 太山寨了。 所以说呢,千万别再去交这个冤枉钱了, 少则一两千,多则五六千,完全就是智商税, 而且对于你通过签证的毫无意义。 还有啊,有的签证机构会提出啊, 找移民律师,找那种美国比较有声望的人, 甚至国会议员之类的,出一个担保函, 来担保你去了美国以后会及时的回来。 声称呢,这个能够大大提高你的美签通过率云云啊, 收费还非常的不低,这个呢,也是属于典型的智商税。 美国的签证官啊,对于申请人的签证审核呢, 是会以一种独立客观的态度来衡量的, 很少受到第三方的影响。 担保函啊,其实对于申请人并没有任何的信誉背书的作用,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起反作用。 你想啊,你申请非移民签证, 然后去找个移民律师给你出个担保函, 你觉得签证官看到这个担保函会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呢?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, 这个也是智商税,千万别被忽悠了。 第二点呢,是关于医生医院的选择啊, 很多小伙伴觉得既然去美国生了, 那就要选择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生。 那什么是最好的呢?当然就是最贵的了。 于是呢,就纷纷扎堆去比较贵的医院, 比如说像霍格医院, 以及呢一些收费极高的医生。 那并不是说这种选择有错, 而是有的时候啊, 我们所需要的服务和软硬件, 其实并不需要如此高的价格水平就可以达到。 霍格医院呢, 其实也是看准了国人的这种心理啊, 就是我们富美生子人群的心理, 屡屡的上调价格。 最近调到非常高了, 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了, 个人感觉性价比已经非常低了。 不过声明一下, 这个也不算是智商税吧, 只是一个选择偏好而已啊。 第三点呢, 就是关于月子中心的选择。 其实呢, 我们大多数的富美生子家庭啊, 还是选择月子中心为主的啊, 选择民宿半自住, 或者选择租房全DIY的呢, 还是少数,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, 都没有在美国的这个长期生活的经验, 然后毕竟是生孩子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吧, 个人还是比较建议选择月子中心啊, 由专业的机构给你提供专业的服务, 那自己也省心省力一点。 当然了, 作为富美生子预算当中最大的一块啊, 月子中心的选择呢, 也确实值得好好花点心思。 但是呢, 就是比较难以取舍和辨析啊, 毕竟我们人在国内嘛, 很难做到完全的考察清楚啊, 那罗宾大叔就提一点比较容易分辨的点吧, 比如说呢, 如果这个月子中心, 它在国内有很大很豪华的办公室, 一般都是中介居多, 比如说像某宝之家, 华某宝宝, 或者某某天使之类的啊, 都建议仔细的分辨, 他们一般在那种非常好的地段, 有很大的办公室, 很豪华的装修, 人员也都看上去非常专业啊, 衣着考究, 妆容细腻啊,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。 但是呢, 一般这种呢, 也都需要仔细加一点小心, 因为这些办公室的租金都很高, 它的人员的成本也不低啊, 那这些费用哪里来的呢, 都还是要从客户头上挣回来的。 大多数的直营的月子中心, 所谓直营就是老板直接和你谈嘛, 直营的月子中心呢, 一般会把精力主要放在美国这边, 包括月子中心房屋的一个硬件, 月子餐的配备, 以及呢, 足够月扫的配置等等啊, 他们反而不太有精力啊, 大范围的做广告, 大范围的在中国这边设点。 所以说这个呢, 也是要仔细考量的, 不要掉入了有一些比较黑心的黑中介的陷阱当中而不自知啊, 多花了冤枉钱, 确实也是等于就是交了智商税嘛。 好了, 其实富美生子他的智商税也没有那么多啊, 只要抓住几点重要的要素呢, 差不多就能少走弯路, 少花冤枉钱了。 那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呢, 就先到这里了, 我们下期再聊。 接下来是罗宾大叔的广告时间, 罗宾大叔可以提供如下的收费服务, 包括富美生子、 富家生子咨询服务, 富美生子城市签代办服务, 以及美国、加拿大十年旅游签证代办服务。 还有瓦努阿图绿卡捐赠项目, 瓦努阿图入籍捐赠项目, 是全世界最经济、最快、最省心、 最没有移民间的移民项目。 另外还有土耳其购房移民, 希腊购房移民, 爱尔兰捐赠移民, 以及日本投资购房咨询的服务可供选择。 以上所有的服务和罗宾大叔特别独家干货, 都可以在罗宾大叔的个人官网3w.罗宾大叔的全评.com上看到。 您也可以添加微信82747970, 82747970, 向罗宾大叔本尊咨询服务详情。 添加时请注明获知微信号的渠道和咨询的内容。 谢谢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